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扣 好啊 时时入扣 台风天的时候呢 各位要小心 你一定很可能会变胖胖 因为台风天 大家都喜欢去买很多的 零嘴吃 那现在很热 可能呢 大家会想吃一点冰品了 今天的时时入扣的主讲人 林家昌先生 这个风雨故人来 是啊 谢谢你 今天没有被台风给挡住了 没错 今天你带了一个嘉宾 谭美 谭美 对对对 这个台风的名字 通常名字很漂亮的时候 就很邪恶 你没发现 我妈也说漂亮的女生都很恐怖 所以Coco姐还蛮恐怖的 谢谢你啊 原来你用这种方式 那你怎么娶了一个恐怖的太太呢 当时年纪小 你当时要结婚的时候 你妈看了这个 宣如的时候说 漂亮的女人都很恐怖 最后发觉 漂亮的女人是好媳妇 所以今天还是要说 尊敬的两位长官们 大家好 各位好 是 嘉昌好 宣如好 你好 宣如是 最近好多的这个 关于美食的节目 都在报道你 还有创业的 对不对 对 恭喜恭喜 谢谢 好可惜我们看不到这个 广播看不到宣如本人 不过我们可以照到照片 PO到脸书 或是我们的微博上 虽然我们这个粉丝 还没有达到创纪录 但是我们粉丝 正在累积当中 没错 我们的小雪人的老板娘 对不对 其实她是老板 她是老板 所以其实我比较像老板娘 你是老板夫 对老板夫 她是创业的人 对啊 从头到尾都是你创业吗 小雪人是一个冰激凌的品牌 品牌 对 其实应该是说三年前 我跟我先 就是我们 对对对 你要对麦克风近一点 对 我听家昌说你 你从小的志愿 就是做冰激凌啊 其实我很爱吃冰 那为什么你吃冰还这么瘦 我从小的志愿 其实是嫁给卖那个 面包的老板 胖大胖吗 他已经娶了一个 非常好的老婆了 小时候有没有 你谈一谈你怎么做小雪 而且你非常的 我看着你啊 因为我认识 家昌一段时间嘛 就看着这个 我们的小雪人的老板 她是女性老板 企业家 创业者 刘轩如小姐 是啊 我们是有名有姓的 这个女性不能够只做某某人太太 这个轩如呢 是三年前 你想做冰激凌 对 然后家昌说 OK 没有 其实 他没有 其实也是无心插流的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 就是喜欢公司附近的一间手工冰激凌店 然后我们两个常常去吃 对 台湾的吗 然后刚刚好 对台湾的 就刚好 因为他们是算是建教合作的一个店 就是学校老师啊 跟同学这样 对 然后因为股东之间他发生一些问题 结果就像是我们在电视上的那种肥皂剧 就变成我们公亲便士组这样子 你们去帮人家那个协调 不是 就是里面的一个学生就说 找我们做合作这样子 你原来只是顾客吗 对 我们原来只是客人 好有趣啊 然后股东有纠纷 学生找你看可不可以把这个冰激凌店的 股东的纠纷帮忙解决 不是 就等于说 他跳出来 我们我们两个自己做 是啊 这个学生把他的做冰激凌的技术 然后请你一起投资 类似这样的状况 好可爱啊 那那个时候 问题是 嘉昌是一个 这个非常精明的一个投资者 有看他投资好多地方 是啊 都还蛮成功的 我想我最大投资成功 就是来上这个节目 还有投资小雪人吧 我以为你说你最大投资成功 是投资取了刘轩如 当老公的吗 这太恶心了 是啊 是啊 OK 因为这样子 是 你们就 那你当时怎么做你的 企业投资评估 你 轩如那个时候还是 还在上班啊 对啊 那时候还在上班 你的本业是什么 我的本业是做 那个国际贸易 哦 所以你就是学的是 跟business有关 完全没有 跟贸易有关 跟创业无关 跟创业无关 哇 那 那你们当时 因为我的本科本来不是这个 对啊 你本来是吧 我本科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K 好 小雪人也可以做成国际啊 那 接手下来之后呢 就加仓就支持你嘛 对不对 其实他都一路上很支持我啦 可是应该有很多人笑你吧 其实嗯 那因为突然间转行 做这个原本是说 哎 这样擦花这样做 可是 后来变成说 哎 要很专心去做研发 因为 之前的技术啊 跟有一些 呃 事情啦 啊 因为后来 那个合伙人 做了三个月 他就 啊 就是没做了 人家把你找出来 是啊 很有趣的故事 为什么创业的故事 都这么的 几个 很坎坷呢 哦 他找你出来做 然后你们就做了一个 呃 冰淇淋店 对 就是把过去的那个手工冰淇淋 呃 就拿来做 就叫小雪人了吗 那时候我们就叫小雪人了 小雪人是你取的名字吗 对 我取的名字 你很会取名字 好可爱哦 嗯 不过轩如长得也像一个白雪公主那样子 嗯 嗯 哦 我跟你说 林家畅先生 你不要轻易乱发言 我们喉咙突然不舒服 哦 另外开了一家 是他给你的钱吗 呃 是啊 加长投资你的冰淇淋店 其实他很 还用我的公司去投资的 哦 你的公司投资一个冰淇淋店 然后那个股东走了 对 你就变成全核的 我们就是 对 公亲就变市主了 就你就变成一个女性的企业家了 就变成 结果后来就是 从校长间撞中 什么都要做 公友 对啊 然后经过这三年 最近 呃 就扩大 这个投资了 对不对 嗯 连 因为其实不论是市场的定位 还有整个品牌的形象 都没有办法从一开始就爆发吧 当然很多事情是需要累积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 我相信 Jennifer也是无语问昌天啊 看着满仓库的库存原料 呃 还没有做成冰淇的原料 对 然后还有就是始终呃 迟迟等待付的货款 啊 其实他也是很担心 哦 是 但是就是幸好我们还蛮坚持的 我们也调整了很多方法 嗯 从一开始为了累积口碑 嗯 我们曾经做了很多的团购 嗯 企业的试吃 嗯 对 是啊 这个所以这个中间这个能够从一个 呃 意外 公顷变市主 然后现在把这个小雪人这家 啊 冰淇淋 这个这个品牌已经变成了很多人要投资的一个 呃 这个 未来他们认为可以生财的一个事业了嘛 对不对 那你吃了多少冰淇淋啊 呃 我每天都要吃 哈哈哈哈 后来你就投入研发吗 对 你本人 嗯 后来我把所有的配方我们都自己重新再做过 你怎么去研究呢 这个可能还要 因为我们从 我后来就从选材开始 然后从用台湾的在地食材 哦 然后搭配意识的手法 嗯 然后我自己也在去学进修了很多 就是跟不同的老师学 啊 好 这些故事要告诉大家 因为台湾的这个女生特别喜欢的就是蛋糕 面包 冰淇淋 好 7点42分 马上回来了 我们今天为各位 这个时时入寇的主讲人林家昌先生的这个牵手 刘仙如 我差点讲见 哈哈哈哈 他的牵手刘仙如 嗯 自己这个呃 非常的呃 这个呃 苦心的 慢慢的酝酿经营了小雪人冰淇淋 而最近果然有成哦 这个已经呃 你们成为一家呃 什么公司啊 有点代表性的冰淇淋公司 本土品牌的 本土品牌 哦 然后扩大营业 嗯 还在努力了 哦 创业啊 基础稳定 呃 希望感情稳定了 哈哈 你跟冰淇淋的感情稳定是 是是是 你们两个人曾经为了做冰淇淋 哦 炒锅酱了 哦 一天到晚啊 这真的是不得了 好好好 小雪人的战争 马上回来 好好 你所收听的是coco早餐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欢迎回到coco早餐 时时入口礼拜三 这个七点半到八点 是非常多的美食人 或者是追求美食者 所喜欢的单元 主讲人就叫做林家昌 今天林家昌隆重介绍小雪人的创业人 是 她是刘鲜如小姐 碰巧 她也是林家昌的太太 碰巧 碰巧 这叫内举不必轻吗 对 当然 她是我的好朋友 是 鲜如 就是很意外 拿下了这个 一个冰淇淋店 结果后来就去 做小 就做冰淇淋 你取了个名字叫小雪人 还有个小门市 嗯 对 我们现在有两个门市 嗯 现在有两个在哪 在 都在文 文创区 就是一个华山文创跟松山 松山烟厂 哇 这个松山烟厂 不得了 最近不得了 是啊 我那天可是整个晚上半夜 熬夜在那里 因为他有个活动是 三十六小时 不风光 哦 就是创 就是开幕那天 的隔天 嗯 他就礼拜六晚上 一直营业到礼拜天 嗯 所以我半夜三点还站在那里 半夜三点还有人来吃冰淇淋 没有 哈哈哈哈 恰恰好可怜哦 三点到五点 几乎都没有人来吃冰淇淋 有一些喝得醉醺醺的年轻人来 来看冰淇淋老板娘 也去吃卤味而已 也没有来吃冰淇淋 太冷了啦 晚上还是不适合 所以你的小姐人是 嗯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后来想要专业来做了 嗯 你们两个有吵过架吧 有啊 一天到晚啊 吵什么 其实包括了一些坚持 因为 轩炉比我更坚持一些食物的 的 道地啦 嗯 就是像我 我会觉得说 呃 我对口味很讲究 但是他对于食材的来源很讲究 嗯 例如说我觉得凤梨不错 但是他就坚持要用最好的凤梨 OK 好 我问你好了 就很严谨的一个问题 就我为什么要吃小雪人呢 小雪人比其他的冰淇淋啊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那个嗯 便利店里面打开一堆嘛 啊 还有很多被实验说二十四小时都不会花啊 哈哈哈 对不对 对 那还有那种 长明灯 那种大的明电呢 对不对 嗯 你的好朋友啊 也做了很多 是是是 所以我为什么吃小雪人 嗯 轩炉 因为其实我们坚持使用台湾的在地水果 哦 然后我们也坚持用传统的意大利的冰淇淋的做法 哦 机器吗 还是 不管是机器 还有它的调配的方式 哦 对 所以它的乳脂肪啊 它就是低于八%一下 嗯 嗯 就不是像美式的冰淇淋 哦 它大概高于二十几 那很浓 然后那个 很浓 然后它非常creamy这样 OK 哦 意大利冰淇淋的手法是非常世界知名的嘛 对不对 你的意思那是手法 不是靠它的食材 它的乳脂 嗯 是脂肪变那么低啊 其实是因为 呃 因为是 那个recipe的关系 不是 不是因为 配方 对 是配方的关系 哦 好棒哦 你学了多久 我学了 其实一边学一边做哎 哦 错综学啊 我觉得我们倒掉冰淇淋很多哎 哎 他们那个师傅接受访问的时候 每一个做什么行业的人都是吃好多吃好多 所以你也吃好多冰淇淋 所以我这样的身材情有可有 原来是为小雪人牺牲的 是啊 是啊 现在到了什么时候开始 你发现原来这个小雪人这个啊 呃 事业可以持续下去了 你当成你的主业了 轩如现在已经把你的贸易工作 呃 辞掉了吗 嗯 专心经营小雪人 专心经营小雪人 什么时候做的决定 呃 其实也是 应该是去年开始 其实在华 应该算是华山店开幕之后 嗯 因为备受肯定 这样讲好像自吹自擂 哎 我有吃啊 我上次吃那个 荔枝的那个 啊 荔枝玫瑰 好好吃哦 是啊 嗯 那个超费工的 哦 真的啊 对 那个 那个因为它是一颗一颗的黑夜荔枝下去播的 嗯 然后只有那个季节有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 季节限定 对 哦 而且很多的人力啊 要下去播 所以他 对啊 我觉得可以请所有在听节目的观众朋友想象 当你每呃平常在吃荔枝的时候 一颗一颗拨应该心情很好 对 可是当面前有一堆堆积如山的荔枝 嗯 要叫你拨好准备来做冰箝的时候 你的心情应该会很痛苦 哈哈哈哈 拨到手都破了 其实荔枝是很硬的 哦 你拨一颗两颗都觉得还好 对 而且荔枝外面的壳是有刺的 嗯 其实是斑驳的 嗯 所以其实看他们那样子拨水果 嗯 其实我们在整个处理食材过程上最辛苦的就是处理水果 哦 你可以想象那些削水果 玻璃汁 然后削凤梨 然后芒果 一颗一颗的把食材准备好 哎 这蛮困难的啊 所以你这个是人工 人工 这个绝对一定要人工 都是手工的 前面一定要人工 嗯 那嗯 那你怎么赚钱呢 成本如果高的话 那现在竞争力又这么激烈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坚持啊 因为我们这种 就是喜欢用好的食材做的冰淇淋 嗯 那我觉得会 会 呃 也蛮多朋友喜欢我们的东西 就是因为 因为本土食材 因为吃得出来 对 哎呦 我晓得这个水果啊 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都是你每一个季节都是当季新鲜水果 一定有一个特殊的 对 呃 口味嘛 对不对 那他嗯 怎么去 因为其实意大利的冰淇淋很早就引进台湾 没错 但是他们一直很难在台湾 呃 这个立足 没错 加上有没有研究过为什么 呃 因为其实因为意大利冰淇淋到台湾之后 很多都是用酱料 可以给我吃 哈哈哈哈 没有 其实柯姐刚刚讲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 我认为说可以比较受到大家有喜好的原因 就是我们结合了本土的食材 啊 而且孔子也讲过嘛 不食不食 嗯 嗯 时间不对 就不吃 不好 对 最近大家也都就是一个季节要吃什么 没错 所以我希望我们接下来在每个季节都会有当季的水果 嗯 像现在立志已经接近尾声了嘛 对 宝春师傅的面包跟我们的配方其实很像 嗯 就是立志跟玫瑰酱 他得到世界冠军的那个口味 对 也是您刚提到那个口味的一个 对 一个发想 啊 对 然后接下来呢 夏天啊 嗯 就是说台湾的水果因为非常好 没错 对不对 是 所以你把所有的水果都拿来做冰淇淋了 嗯 基本上 哦 香味煮的都都有 都本土的 嗯 都本土的 而且我们跟农民合作过程当中有几个很快乐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不需要非常漂亮的水果 它漂亮的水果可以卖很好的价钱 哦 我们可以抽一点 如果是要吃新鲜水果 对 但是成熟一点 但是那个对我们来讲反而是很好的原材料 那第二个就是他们跟我们合作等于是减少掉中间很多经销商的剥削 直接到他生产地去编水果 没错 哎呦 这个轩如长得这样子 嗯 农妇嘛 他才 那开始就是小小悠悠哑哑哑的 你自己去去去去 去产地去 去产地 是啊 然后有时候跟着他们采收啊 火龙果的经验就很有趣 因为火龙果看起来其实很就是很狂野 嗯 那你在采收过程当中虽然你戴着手套你也不觉得什么 可是当你把手套拿掉的时候 手刺刺的 你仔细一看上面都有很多很小的刺 火龙果有刺哦 哦 有啊 就像仙人掌一样是那种很小的刺 刺在手上你都没感觉 嗯 那等手套都拔掉你才发现啊 竟然已经都刺到肉里面去 哦 是 所以所有的水果都你们想有多少口味 我们有二十多种 哇 然后其实 都你自己都是你的小baby耶 对不对 对啊 其实应该有四五十种啦 可是 可是就是我们现在外卖的有差不多二十几种 二十几种 对 嗯 就是 嗯 你要标榜它是健康 然后本土食材 原味 嗯 然后我们没有香料 没有添加防腐剂 嗯 没有添加色素 那你们的冰激凌可以从网路购买吗 冰激凌很难哦 那要拜托大家 房购吗 先到脸书来按个站之类的 要按到多少站你就送给我们吗 啊 试吃吗 就是 呃 因为其实就是可以知道我们的一些动态啊 我以前很坏 我都到冰激凌店去试吃 啊 我们其实很欢迎这样的客人 就是当吃一小当吃吗 因为我后来跟Jerriph有过度 欢迎我这种客人 我试吃完都不买的 可是你下次想吃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 我觉得因为我们很怕人家不吃 因为这种东西你要吃过才能比较 哦 对 你愿意给我机会 我谢谢你 所以到华山跟松山这个 烟厂 烟厂 现在这两天有放假 台风假 应该去吃吃吃吃冰激凌 可是我们也休息 怎么办 啊 文庄 松烟没有 应该没有吧 华山是跟着上下班的 不是吧 华山就应该会休息 那你们下一步呢 你要变成一个企业家 其实我们想往中南部发展 你现在还没有中南部的店吗 很快的台中就会有了 台中是 草务道 是 一个新的园区 也是文创园区 也是在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选地点就要选有其他的东西一起的 是不是 因为我们是文创产业 对啊 冰激凌是文创产业 所以都在文创园区里 是 那台中之后呢 我其实对于东南亚兴趣更高了 你认为台湾的水果的食材所做的冰激凌 是有它的特色跟卖点的 这是肯定的 因为台湾水果的品质 虽然没有东南亚的更甜或什么 但是我认为台湾有特色 而问题是说你要去 要把食材要把水果都运到南部 东南亚国外去在当地生产吗 台湾特有的 OK 好 今天时间好短 但是非常谢谢 谢谢小雪人的这个创始人 刘轩如小姐 小雪人加油